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章 第一章的建设工程基本法律知识 最近两年的分值比前些年有所提升 到了16分到18分左右 所以它设计的知识点非常的多 要求同学们能够精准地掌握各个小节 最重要的一些内容 我们首先看一下法的形式 法的形式在18年我们考了两分 前面几年都没有考过 首先看一下这张表 法律是谁制定的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 国务院搞的叫做什么 叫做行政法规 北京市人大和北京市政府发布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那么地方人大 它制定的叫做地方法规 地方政府制定的 叫做地方规章 部门规章是谁制定 国务院的各个部委 住建部财政部搞的 再看表格的右边 法律的尾巴用一个法字 而法规的尾巴只能用条例两个字 规章它没有资格用条例 它用的是规定办法和细则 那么带了地名的 就叫做地方政府规章 不带地名全国都有效的 就叫做部门规章 从表格里看得出来 我们国家的立法权比较分散 除了专门的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级常委会有立法权 行政机关和地方都有一定的立法权 所以有必要的进行规范 首先 有十一件事情 只能制定法律 言下之意 行政机关和地方无权就这十一件事情 做出任何规定 这一段以前没有考过 要求同学们认真的掌握 包括括弧三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括弧五 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括弧六 税总税率税收监管 括弧七 对老百姓非国有财产的强制性的征收 括弧十 诉讼和仲裁 这些都是只有法律才可以规定的事项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地方立法 省一级的人大及常委会 可以制定省一级的地方法规 社区的市 指的是地级市 杭州 苏州 长沙 衡阳等等 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本省地方法规的前提之下 可以对长沙的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 制定四一级的地方法规 但是地级市的地方法规 它严格局限在三件事情上 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 对其他事项 它是没有立法权的 四地方法规 要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才能施行 如果四地方法规 和本省的地方法规 发生了抵触 那么四地方法规无效 但是四地方法规和本省 比方说长沙市的地方法规 和湖南省的政府规章抵触的时候 它不是上下位的关系 由省人大常委会来决定如何处理 再看部门立法 国务院的各个部委 可以制定部委规章 但是它有限制 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时候 部门规章不得设定 减损公民权利或增加公民义务的规范 也不得增加部门的权利 或者减少本部门的职责 减计为不得减少民的权利 增加民的义务 也不得增加官的权利 减少官的职责 例如我们都知道 施工许可证的发政条件 总共只有八个 那么前两年 四个部委发布了一个文件 要求建设施工项目 必须办理工商保险 没有办工商保险的 不发施工许可证 所以这条规定 其实就是增加了民的义务 因此它的合法性 还是很成疑问的 好 我们下面做一下第一题 根据立法法 下列哪一个事项 必须有法律来进行规定 A 诉讼和仲裁 B 环境保护 C 历史文化保护 D 城乡建设与管理 那么这个题看得比较清楚 只有诉讼和仲裁 只能有法律规定 BCD 行政机关和地方 都有立法权 好 下面再看一下 法的效率层级 法的效率层级 在过去三年中 17年考过一分 我们看一下 在所有的整个法律体系中 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高于法律 法律又高于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法规 地方法规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内容 同学们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那么请大家看一下四个文件中 哪一个法律效率是最高的 A 条例 这是一个法规 而且它不带地名 全国都有效 所以这个一定是国务院制定的 叫做行政法规 B 北京市条例 也是法规 而且是地方法规 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公布 重庆市规定 规定是一个规章 而且是地方政府规章 重庆市政府公布的 第一 办法也是一个规章 不带地名 所以它全国都有效 我们把这个就叫做部门规章 那么这四个比较下来的话 最终确定最大的是A 行政法规 好 这个小节就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